冲注吴宗宪这句话。林志颖决定判生女。 林志颖录制《综艺大热门》。图记者林百年社,21080409。 魁伟12年发行新专辑的《肖旋风》林志颖金,9日录制吴宗宪所主持的综艺大热门,此次也是林志颖从2006年至今首次录制的台湾综艺节目。 谈及生女话题,林志颖伴问吴宗宪,你觉得是不是应该生个女儿? 拥有三个女儿的吴宗宪表示,没有生女儿就是一个遗憾,生再多儿子也没用。 问及因为赛车导致颈椎有骨刺,被医师判定不能再赛车,否则会导致情况恶化,这样一来是否会影响生女计划? 林志颖笑说,这个和生妹妹没关系。 在听了吴宗宪的肺腹之言后,更激起林志颖向生女的欲望,表示,冲住宪哥这一句话,我会努力判看看。 林志颖,又二,录制综艺大人们。图记者林百年社,21080409。 林志颖初报多年,洞灵荣言将来是外界主母焦点,问及究竟是如何保养。 他笑说,其实养小孩就是一个最好的保养。 拥有四子女的吴宗宪也点头称是,更说,难怪有很多人说我跟你长得很像。 吴宗宪除了不停夸赞生女优点,更说儿子唯一来看他录影, 是为了统神而来,让他很是无奈。 林志颖发行新专辑《我的骄傲》,将在四平街举行签唱会,并透露哥哥也在当地卖肠粉,对于家乡有许多感情。 问及会不会想在小巨蛋开个唱? 林志颖则说,先把专辑做好,其他慢慢来。 吴宗宪宪则笑说,我要办了,大家可以先看我。 逗了众人。 林志颖录制《综艺大热门》,图记者林百年社,2108万0409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